HAPPY HAPPY BABY BABY 唱着跳舞动动脑玩游戏 憨你憨你 咕哩咕咕咕咕 摸摸玩玩乐 学习好开心 HAPPY搂脑粉彩比赛 没有问题不能够揭开 动力动手交玩个游戏 从早到晚都充满活力 摸摸玩玩乐 越玩越快乐 大家好 我是柠檬哥哥 大家好 我是蓝梅姐姐 小朋友 赶快来跟着柠檬哥哥 蓝梅姐姐 还有摸摸一起唱歌跳舞 玩游戏吧 在唱歌跳舞 玩游戏之前 先和我们一起动动身体 做做暖身操 跟着我们动一动 动动身体好开心 踮踮踮脚 转转手 双手甩一甩 踩踩脚跟 准备踢足球咯 踢一下 换脚 准备踢足球 往上伸展 往上伸展 压压你的腿 压一下 准备换脚 再一次 往上伸展 压压你的腿 一 二 三 手插腰 好 准备弯弯腰 好 收回来 换边 好 打开手 扔成飞机起飞 注意双手要保持好一直线 不要让飞机的翅膀歪掉了 好 往上慢慢地踮脚 加上跳 剪刀 石头 剪刀 石头布 小朋友 做好了暖身操之后 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唱歌跳舞 玩游戏了吗 准备好的话 赶快跟着萌萌一起 玩完了 萌萌爱跳舞 萤花姐姐问问小朋友 你们有没有想实现的愿望呢 萌萌想要到处去玩 去旅行 萌萌 我的愿望 跟你一样耶 萌萌哥哥也想要去不同的国家旅行 去看一看 小朋友 现在我们一起透过仙女棒 来实现愿望吧 我有一只仙女棒 可以实现一个愿望 我有好多的仙女棒 实现大家的愿望 看烟花 看烟花多神奇 跑到白雪公主的森林 好想甜甜的梦境 照亮我的眼睛 照亮我的眼睛 我有一只仙女棒 我有一只仙女棒 可以实现一个愿望 我有好多的仙女棒 实现大家的愿望 看烟花 看烟花多神奇 跑到白雪公主的森林 好想甜甜的梦境 照亮我的眼睛 照亮我的眼睛 仙女跳远舞曲 跳到我的心里 一闪一闪 好想流星雨 仙女跳远舞曲 跳到我的心里 快跟这些女棒一起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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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玩游戏 小朋友 来玩游戏了 耶 又到了大家最喜欢的游戏时间 今天要玩的游戏是 想象力发工 这个游戏就是需要小朋友 发挥你们自己的想象力 把一个东西想象成完全不同的物品 那今天的主题会是什么呢 今天的主题是 长齿 今天的主题是一个齿 所以小朋友们好好地想一想 到底齿可以变成什么不同的东西呢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 那小红门姐姐麻烦你就位 好 好 待会你某哥哥会担任评审 所有小朋友都要好好地加油 让游戏开始吧 Go 做神像 你跟我想想 它可以变成什么 它可以变成刀子 切菜的菜刀嘛 你切切看 这没有 你切菜看看 怎么切 手要拿好 猫咪手 然后怎么样切 不能切到手指喔 上菜了 很棒 过关 下位小朋友 預備 Go 左想想 右想想 它可以变成什么 它可以用 用面团滚的那个 擀面棍是不是 那看起来是个非常扁的擀面棍 对 它被用来就是把面团给压扁的 擀面棍 好 OK 过关 下位小朋友 預備 Go 左想想 右想想 它可以变成什么 独木桥 怎么走 独木桥 怎么走 小心贫困 不要摔下去了 孩子摔下去了 它平衡感非常好 恭喜乖乖 下一位小朋友 好 預備 Go 左想想 右想想 它可以变成什么 它可以变成树枝 树枝 要做什么用的树枝呢 就跟狗狗玩的那个树枝 玩你丢我 姐 好 你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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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是狗狗 辛苦你了 我觉得好好玩喔 OK 过关 过关 小红梅姐姐囉 好 加油 預備 Go 左想想 右想想 它可以变成什么 它可以变成鸭舌棒 来 牙齿 注意一下喔 医生的鸭舌棒是不是 没错 好 算你过关 好 好 小朋友你们还有吗 还有 还有喔 好 那我们再来一次了好不好 我想看你们的答案 好 你们加油囉 預備 Go 左想想 右想想 它可以变成什么 可以变成长方形的电灯 对 LED灯那种吗 对 有很多那种 长方形的电灯 小朋友 你现在可能抬头看一看 还有我们家的电灯 是不是这种长方形的 是 是 这个很有创意耶 过关 过关 好 来 换妮 預備 Go 要想想 它可以变成什么 它可以变成斧头 怎么砍 斧头 砍 树要倒了 小心 小心 我不是木头 不要砍我了 好 当成斧头 过关 OK 預備 Go 要想想 要想想 它可以变成什么 打棒球 有 揮棒了 等一下 你先站在原地 好 目前 檸檬選手要投出了 關鍵一球 拳雷打 掌聲鼓勵一下 冬天的月球拳 太遠了 飛到月球去了是不是 飛到美國 好 球棒過關 再来下一位小朋友 預備 Go 來 換你 坐想想 又想想 它可以变成什麼 它可以变成那個抓癢的 哪個抓癢的 示範一下 不要 不求人 非常有創意 過關 換小紅梅姐姐 好 交棒給我 預備 Go 坐想想 又想想 它可以变成什麼 它可以变成呢 飛機的記憶 恭喜小紅梅姐姐 投胎 對 對 沒錯 對 沒錯 它只有一片 這麼當機 左想想 右想想 它可以变成什麼 它可以变成什麼 它可以变成竹蜻蜓 好 OK 這個 最後我們可以 可是前面你已經 投胎了 所以這個不算 打算鼓勵一下 失敗 小紅梅姐 過來啦 要 妳要比小朋友厲害啦 下次要多想一些 我想好多個 小朋友都很厲害 所以小朋友 其實像今天 我們的主題是 長池 有小朋友覺得 它可以变成像是 獨木橋 有小朋友覺得 它可以变成是 抓癢的不求人 我這邊有一個 提供給大家 參考一下 來 就是可以幫你 穿鞋的那個工具 穿皮鞋的鞋板對不對 對 沒錯 所以小朋友 你們有想到什麼 不一樣的東西 可以利用長池變成的嗎 一起來跟著我們 想像力發功囉 除了長池 小朋友也可以在家裡 跟爸爸媽媽一起想一想 周遭還有什麼東西 可以發揮你們的想像力 想出不一樣的東西 小朋友 今天的遊戲好不好玩 好玩 那我們再用長池玩一次 不能跟剛剛一樣了 好 我覺得檸檬哥哥 你也要加入贊助 那當然 我很厲害的 可以 來 你先想三個好了 好 預備 GO 左想像 右想像 它可以變成什麼 它可以變成槍 我是好寶寶 大家好 我是小檸檬 你們喜歡做什麼運動啊 我最喜歡騎腳踏車 還有溜冰了 而且我知道 騎腳踏車跟溜冰的時候 要頭戴安全帽 雙手 雙腳 也要戴上護具 這樣子才可以玩得又安全又開心 我們都要做一個懂得保護自己的好寶寶喔 從早到晚都充滿活力 那麼快樂 一起動動腦 一起動動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櫻花姐姐 大家好 我是顏姿 今天櫻花姐姐還有顏姿 要跟所有小朋友們 一起來動動腦 想想看 什麼樣的東西 它應該會被放在哪裡 那麼我們先來看一下圖片 言之仔細地看一下 第一張圖片是什麼呢 蛋糕 那我們再來看看第二張圖片 瓶子 而且有發現 這個是透明的 它是玻璃瓶 還有這個呢 它是鋁罐 感覺它原本會裝飲料 言之觀察一下 你覺得這個飲料喝完了嗎 喝完了 而且喝完之後有被壓扁 那看旁邊這張圖片 這個是什麼 玩具 言之你觀察到了 有什麼樣的玩具呢 有獅子 還有嗎 電話 還有一個玩具鼓 那現在我們認識完了上面的圖片 就要請小朋友還有言之一起 動動腦想想看 這些東西應該要被放在下面 哪些位置上喔 好 言之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 那麼言之開始 來看看你要先選擇哪一題 來做連連看 好 言之選擇了蛋糕 蛋糕到底會被放在哪裡呢 想想看 好 第一題完成囉 接下來 言之選擇的 想想看我們剛剛說到的這個 這個 而且它是被使用過的喔 它會被放在哪裡 好 那最後一個 好玩的玩具 玩具應該要被收在哪裡呢 來問一下 言之你都完成了嗎 完成了 不知道小朋友是不是也都完成了呢 那現在我們一起來一題一題的看看 是不是都有答對喔 第一個圖片 這個是什麼 蛋糕 蛋糕會被放在哪裡 言之的答案是 這是哪裡 冰箱 沒有錯 蛋糕呢 要放在冰箱保存 特別是你看蛋糕上面還有奶油啊 還有水果 如果沒有放在冰箱很容易會壞掉 所以要記得放在冰箱保存 那冰箱很特別的是它還有分冷藏跟冷凍 所以不一樣的東西也要特別注意 該放在哪裡喔 來看看第二個 這個是罐子對不對 而且是用過的 有玻璃罐跟鋁罐 那它們會被放在哪裡 顏知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回收的桶子 很厲害耶 但是顏知 你怎麼知道這是個回收桶呢 上面有回收的圖案 很棒 顏知觀察得很仔細喔 這裡有一個回收的標誌 所以我們一些可以回收的瓶瓶罐 使用完畢之後 要記得丟到回收桶裡面 可以再回收利用 好 最後一個 剛剛說好玩的玩具 玩具會被放在哪呢 盒子裡 盒子 箱子 沒有錯 這個圖案就是玩具箱 來問一下顏知 你玩完玩具 會把它們收到玩具箱嗎 會 很棒喔 要像顏知一樣 因為我們玩完的玩具 如果到處亂放 有可能爸爸媽媽走路 或是自己走路 一個不小心會被絆倒 而且家裡看起來也會很亂 很多東西 甚至有的時候想玩的玩具 也會找不到 所以小朋友 你們都答對了嗎 顏知 你很厲害耶 那我們今天全部都完成了 幫自己拍拍手 今天我們一起認識了 不一樣的東西 應該被放在哪裡 下一次再跟著櫻花姐姐 還有顏知 一起動動腦 拜拜 拜拜 摸摸唱童謠 生日快樂 陳妞祝卡哈尼達 Happy Birthday 恭喜耶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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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哼着生日快乐 点上蜡烛一边许愿 发光精灵给我希望 睁开眼睛愿望就实现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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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又一年 又到这个特别的日子 不管昨天发生什么事 都要向前看哦 渐渐成长 日复一日 满满的笑容 幸福围绕身边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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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柠檬哥哥 大家好 我是怡洁 小朋友 赶快来跟着我们 一起听听看 是由谁所发出来的声音 这里有各种不同的 像是动物 物品 或者是交通工具 那我们待会会发出声音 请小朋友把它找出来 这个声音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 感觉这个声音好像很常在办公室 或者是家里面都会听到 那是什么东西所发出来的 小朋友们把它找出来吧 这个是什么 电脑 电脑的键盘 对不对 小朋友 你们也觉得是电脑键盘 所发出来的声音吗 如果你们选择的是这个的话 恭喜你们答对了 好 那现在我们就进行到 接下来这一题了 听听看是什么声音呢 这个声音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 让柠檬哥哥好想要睡觉 那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是谁发出来的声音 把它找出来吧 感觉好像 会不会在学校跟家里面都会 听到 你觉得是这个 那你觉得这个人在做什么 睡觉 他睡觉所以你觉得是睡觉 所发出来的声音对不对 那你有听过这个声音吗 有 那是谁发出来的 爸爸 爸爸发出来的声音 小朋友 如果你们的答案也是一样这个 睡觉所发出来打呼的声音的话 恭喜你们也答对了 我们今天听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分别是这个 使用键盘的声音 小朋友记得我们在使用电脑的时候 每20分钟要让眼睛休息一下哦 还有另外一个声音是这个 就是睡觉打呼的声音 那下一次再来跟着柠檬哥哥 还有怡婕 一起听一听 拜拜 我是好宝宝 大家好 我是小糖果 你们会自己过马路吗 我跟你们说 我会哦 马路如虎口 行人当心走 过马路的时候 我会左看看 右看看 确认没有车子了 我才会往前走 我们一起做一个 遵守交通规则的好宝宝 小朋友要经常动动脑 动动身体 这样才会健健康康 头好重重 每天保持愉快心情 笑口畅开 所有烦恼都不见啦 梦梦玩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没有问题不能都解开 拜拜 动一动手 交换个游戏 拜拜 从早到晚都充满光丽 拜拜 我们玩完了